市场监管总局为直播带货带紧箍 请点赞订阅 谢谢 来源 北京商报各路人马混战的直播热潮将迎来更加具体化的监管措施 3月16日 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消息称 为提高直播带货产品供给质量 保护消费者权益 近日 市场监管总局对提升直播带货平台产品质量组织开展了行政指导 市场监管总局对直播带货平台提出了6点要求 首先要提高质量意识 助劳直播经济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做学法手法模范 落实产品质量法 标准化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要求 切实增强守法合规的自觉性 依法依规规范发展 同时 要立行立改 各直播带货平台 要迅速对直播带货产品质量 进行自我对照和全面检查 对有质量问题的产品和涉及到的带货主播 要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举一反三 防范其他质量问题发生 要征创品质直播 围绕强化平台内部产品质量管控 建章立志 并发挥信用的惩戒力和约束力 努力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 此外 还要建立消费投诉绿色通道 及时回应处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要积极配合相关政府部门 做好产品质量监管工作 一场疫情 即激发出直播这类新互联网消费模式的潜能 也引发了不少弊病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2020年相关数据显示 全国12315平台 共受理直播投诉举报2.55万件 其中直播带货诉求占比近8成 同比增长3% 157.74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835.53万元 中消协指出 直播带货的弊病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注水观众人数销售数据等 已经形成一条造假产业链 其次是恶意刷单、花式踢馆、虚假举报等同业竞争 污染了直播生态 针对直播乱象 2020年11月 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广电总局相继发布 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 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 来加强对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的引导规范 就在3月15日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从网络交易经营者、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 四个方面对直播等网络交易进行约束 办法强调 在直播领域 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对网络交易活动的直播视频保存时间 自直播结束之日起不少于三年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 作为贯彻落实电子商务法的重要部门规章 办法对完善网络交易监管制度体系 持续进化网络交易空间 维护公平竞争的网络交易秩序 营造安全放心的网络消费环境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然而 切实落到监管层面 直播等新模式的飞速发展 难免让监管显得力不从心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 截至2020年前三季度 全国直播相关企业超过3.9万家 其中新增近2.5万家 较去年同比增长 565.32% 爱媒咨询则预计 至2020年底 中国在线直播用户将达5.26亿 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将达9,610亿元 为了完善执法链条 促进监督措施落地 办法强调 平台经营者必须提供与平台内经营者有关的身份信息 商品或者服务信息 支付记录 物流快递 退换货以及售后等交易信息 此外 为网络交易经营者提供诸如宣传推广 支付结算 物流快递 网络接入 服务器托管 虚拟主机 云服务 网站网页设计等其他服务的经营者 也有义务协助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网络交易违法行为 提供其掌握的有关数据信息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对此认为 通过上述规定 目前网络交易市场监管执法中存在的平台上相关交易记录黑箱化 执法者难以获取的问题有望得到消除 此外 他还表示 未来的网络交易市场监管 主要表现为通过技术性手段 对网络交易中可能存在的异常情况进行监测 预警以及定向取证和后续的处理 责任编辑